今天的第一份简历 周佳琪 女22岁 山东人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本科会计学专业 来说一下这份简历的出印象 我对这个选手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她16岁就开始做美妆品牌 而她是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 上学做生意两不误 我在想这个女孩如何做到的 我很期待她 这是一白富美 这一看是你看 一米六八 又出国读学位 白富美 我刚才看了一下她的微博 她是还挺会经营自己的 有一万多的粉丝 然后各种自拍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成熟的 虽然年纪很小 但对于这样的选 高商同时还上学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家族生意 她在帮忙打理 搞不齐应该是微商 除了这个之外大家会发现 她的工作精力写得这么满 她工作精力是落起来的 大家看 她完全在同一个时间 做了四份工作 那个当时呢是 我跟这个留学公司签了合同 还有一个是 也是一个ICP教育的项目 也是是在线上的一个推广 那只是可以兼职 我们只是拿提成而已 不需要就是 每天去公司去上班 虽然她是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 但是呢 她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而且这个创业的经历 是成功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 有工作经验的 应届大学毕业生 还是有好感的 有些人天生没有选择 但有些人天生有选择 却放弃选择 看到周佳琪在我手上 手卡的一些过去的经历的话 她其实有很多选择 但是她偏偏 自己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所以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孩 我们还是眼见为师 掌声有请周佳琪 两两三 服务 涂 cattle 涂 cattle 涂萌老师 十位企业家 各位专家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段 17岁女孩创业的故事 这个女孩在17岁 没有任何经商经验的情况下 就跟父母借了3000元 投资美肤行业 18岁时团队多达160多位经销商 21岁时带领团队突破月销售额188万 或区域团队销售冠军 她坚持做线上营销6年 承担了自己所有的留学费用 并且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最近收到了澳洲排名前五大学的 两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 这个女孩就是我 周佳琪Cherry 今天希望可以找到一份 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福利老师 你跟大家说一下 月流水70万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70万呢 它其实是一个零售价 是所有代理商加起来 那也就不多嘛 对对对 才70万嘛 也不算多 所以你挣了多少钱呢 我赚的钱就是基本上 够不够支付你国际高中的学费 和考大学的学费 从第二年 我作为上第二年 就是再也没有向家里伸手要过钱 全部承担 就从国际高中开始 对 高中两年是 一年是15万左右 那在澳洲留学 一年是30万左右 30万左右 听说你还买了一辆车 是给家人买的 什么车 大概多少钱 就是一个普通的轿车 大概20万左右 那也不错了 加起来也好大好几十万了 对吧 然后那个我刚才说 其实你曾经有很多选择 你却放弃了选择 除了你现在接到了 考的大学的基所大学的 研究生通知书之外 在曾经高中考大学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很多选择 是的 当时有四所的英国高校 也给我发了这个录取通知 那为什么偏偏选择 这个澳大利亚呢 我比较喜欢阳光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就考虑说 去澳洲这个阳光的地方 第二点是 就是之前我有和父母去澳洲玩 然后当时就对阿德莱德这个地方 特别的就是有情怀 那你这个研究生又收到了 这么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为什么要放弃 我放弃研究生 其实是我想要早知道工作 市场营销的技能和知识 可能更实操性强一点 所以我可以在工作中提高得更快 第二点是可能我觉得 不读研究生不代表说 我停止了学习 但这两个学校真的不错 西南威尔士大学和悉尼大学 无条件录取 将来会后悔吗 我觉得我不会 我想要找一个更 更大的舞台 然后去试想我的特长 实业我的职业梦想 有意向企业没有 我的意向 我觉得可能学的是 58同学生段总那边 然后还有 就是威车 许总那边 你学的是商科会计 会计方向的商科 那么你没有积累任何 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 这个理论 知识和方法 那你现在又放弃了 未来进一步深造市场营销的这个机会 对你来讲 你觉得你比那些学市场营销专业的同时有实习经验的人更强吗 我觉得首先因为我是读会计专业的嘛 所以其实他们看起来是不同的专业 但实际上都属于商科 那我在会计这个专业中 我们也会学一些商业的术语啊 商业的知识 所以说我其实是有一些基础 但是确实是如您所说 我确实是这个缺乏实践的这个营销经验 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野路子 你所指的市场营销方向 是指电商类 还是指普通的市场营销类 普通的市场营销类 电商类愿不愿意考虑 也可以 也可以考虑 是吧 如果还有做微商的叫你去你去吗 可以的 也可以考虑 是吧 行业有没有选择 还是执着于美妆类还是其他的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底薪要求多少 八千 八千 对 确定啊 没有地域限制 最好是一线城市 其他的考虑不考虑 我觉得最好是在公司总部 为什么要在公司总部 学东西是吧 对对对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学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啊 正好 at 我看你了 这下一个 关于你了 起到我 你了 我看你了